大家好,我是Dan 7月31号被北京公安刑事拘留的吴亦凡 昨天正式被逮捕了 昨天北京朝阳公安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2021年8月16号 北京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一法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吴亦凡以涉嫌强调罪批准逮捕了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监察院批准逮捕需要达到三个条件 第一,需要有犯罪事实的证据 第二,是可能会被判有期徒刑 第三,如果不对他进行批捕 嫌疑人可能会存在一些社会危险性的 而监察员一旦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 因此,吴亦凡很可能被判十年以上服刑后驱逐出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罪职也太垃圾了 那么能赚钱的中国顶尖艺人 只是进监狱就能让他精神崩溃 希望这辈子都能在那边腐烂 哇,现在开始期待结果了 人生真的是一瞬间啊 人生真的是这样 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 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 下一个消息是 根据韩国一家媒体的独家报道 I9成员Kim千文与Sauce Music签下了专属合约 Kim千文将会加入Sauce Music推出的新女团 而这个女团还会有I9的其他成员 以及虽然没有被选为I9成员 但是参加了Produce48的练习生可能会加入 目前韩网都是在说 这个练习生可能是Playlist所属的很拥紧 媒体接着表示 之前与I9Sakura也有持续进行协商 但是现在碰到了一些困难 而另一位I9成员 因为比较倾向于演戏 所以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要加入 整理一下就是 如果按照计划进行成功的话 Sauce Music将会推出 包括两三位I9出身的成员们 所组成的新人女团 目前在韩国有四家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 也各自表示有亲自打电话 确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之前有过Produce的造假争议 而且Sauce Music也非常突然的宣布了 姚家勤国的解散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在韩国论坛引起了激烈的热议 让姚家勤国解散带来I9 还一步又是I9又是Promise 9 真厉害 是缺乏企划能力吗 竟然利用已经出道的人 成员的一半以上都是I9成员的话 算什么新人 直接就叫I9二吧 一点都不期待 要各自出道才可以吧 这样一起出道的话 造假的形象会一直跟着的 不能只以I9的成员们做个新团吗 粉丝们应该也会希望那样吧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大人们为了签造假的 孩子们有什么罪呢 而且他们已经遭到团体解散了 也该是可而止了吧 现在从新的地方新的开始 非得要这样吗 都减散了还受到这么多关系 应该一定会成功 那个想要演戏的成员是金明珠吗 希望金明珠也能加入 如果真的是金千万 Sakura 金明珠 和云金的话 这颜值真的是大发 虽然现在媒体们说已经打电话确认了 但是在官方正式发表前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有的 看来很可能是真的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报道一样 SUSUMI会推出由I9成员 两三人组成的五人新人女团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昨天Day6成员YongK在直播中 公开了即将推出苏罗专辑 以及10月12号会以KATUSA服兵役的消息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KATUSA是被派遣到驻韩美国陆军的韩国陆军 而韩国每年会有1500到1800名通过 美军纵获英语沟通能力测试的人被选为KATUSA 而想要志愿KATUSA的话 TOEIC分数必须要超过850分才有资格报考 所以在韩国以KATUSA当兵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非常聪明Smart的印象 而在YongK以KATUSA服兵役的消息传出去后 就有网友整理了YongK能报考KATUSA的理由 YongK TOEIC 970分 TOEIC 116分 TOEIC Speaking满分 东国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总结一下就是YongK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